那么尤其呢 骑到这个1500审庆金 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说1500万 那么后来又说是1500颗 这在讲比特币 这个是媒体人陈敏凤在政论节目表示 1500可能是指1500颗比特币 那当然是引发热议啦 而且说这样换算下来是30亿 那不止如此 陈敏凤还提到 他说加密货币跟虚拟货币不一样 我们现在用的简报软体 也是虚拟货币 那大家就傻眼啦 很多网友说那我是富翁是不是 这不是从学生时代开始 就是我们都在用加密货币 PPT真的是一种加密货币 它是2017年有的 当时解决了企业现金周转问题的 点对点的借贷平台 那当然是说 好那是真的有这个 但是如果换算下来 1500是这个PPT币的话 那换算下来 目前价值也只有2385元台币 因为这个PPT币大概是1.59元 所以换句话说呢 是真的有啦 是真的有PPT币 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是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前辈 陈敏凤呢 他真的觉得就是简报软体 好那么另外呢 还有是鬼才阿水 他也在这个新台湾加油节目上讲 1500不可能是比特币 比较有可能是以太币 老天哪 又出来以太币 好所以1500颗大概是1.1亿台币 感觉这个金额比较有可能 比较符合逻辑 好所以呢 简调要赶快查出柯文哲 虚拟钱包的这个金钥 这样就可以一刀毙命了 所以波基 这个是我老天爷啊 从一开始的1500万 到1500颗 从比特币到这个PPT 简报还有现在 以太币都出来了 这个继续编 我觉得蛮厉害的耶 这些美丽人这些名嘴 你知道PPT这个变成一个笑话 那有点像以前 在我们以前我们玩PTT 就是现在那个BBS战 对对对 之前PTT在台湾在 我们郑元兄的意思是什么 Ogisang那一代的 他们叫帕太太 对啦对啦 Ogisang那一代 说你这个男生 PTT房 我是PTT一族 所以是帕太太 你看就后来有了BBS 就PTT就变成一个BBS 的名称了 这个就有点异曲同工 在PPT其实有他的 一个专属的一个名字 那可能那个脚本里面写PPT 那个可能他看PPT Portpoint 连简报软题都是虚拟货币 但这就一笑大方 但没有关系 这是这个顶多 就是一个错误而已 小口误啊 这还好 那但重点在于说 为什么一定要往 虚拟货币这个方向 如果连 北检都发了一个声明 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并没有查过 COL所谓陈翠奇的冷钱包 没有冷钱包 他们那个概念就是说 冷钱包就是断线后的 虚拟货币的这个审材具 也就是说他没有连线 他不是一个online的账号 那他用这个 如果是一个什么随身碟 或是这样的概念 他就可能是一个 所谓的冷钱包 那如果北检都说没有这回事了 那为什么还要顺着这个脉络 继续讨论下去 你不管讨论 还有什么猫 什么猫猫币狗狗币什么的 一堆啦 虚拟货币很多啦 那讨论半天 这没有意义啊 重点在于 柯文哲要真的有虚拟货币的钱包 或者说他有在虚拟平台 这个平台里面有交易记录 那才能够把这一条认定为是真的有其事嘛 那现在看起来是还查不到 目前这一块还没有突破 我不知道有或没有 因为检方只说没有冷钱包 但是有没有虚拟货币不知道 但理论上 大家对虚拟货币 我觉得可能因为大部分人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把虚拟货币 列为法定货币 他不能留 就是不像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新台币 或其他的这个外币可以流通 之前那个虚拟货币 曾经在台湾有设那个ATM 然后呢当时像那个 那个赖斯堡委员 他们就关切 他说在东区设这个ATM 他们是可以直接去那边虚拟货币换现金 后来那个就变成什么 很多货币企业用这个方式去洗钱 所以后来金管会就出手说 这个要管控 因为他一直在一个所谓的 法律的灰色地带 那这一块呢就会变成说 很多人就想像虚拟货币犯罪 连结在一起 你看大家记不记得 徐晓星他那个什么什么大姑的 丈夫的 老公的姐姐的丈夫的那个故事里面就是要把泰达币洗出来 他就是负责他用他用交易虚拟货币的名义把诈骗集团的犯罪所的变现 这个就是洗钱 那如果今天确定真的有人给他用 或者他有一个所谓虚拟钱包用来存采 存采这个的话 我讲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一定会留下记录 要查太容易了 第一个他一定会留下记录 如果他要变现就更会有金流 其实我们讲在政商 反而好查 反而好查 真正虚拟货币要用在非法的用途通常是在跨国 跨国 而且跨国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有些国家是允许虚拟货币流通的 你要在那样的国家里面把他变现 才能够 有些是什么毒品的买卖 有些是这个枪支或军火 他们是在搞这个东西的 虚拟货币只是说他跨国支付很跨 那可是现在就在台湾 如果你要行贿 我讲最无敌的还是现金 对吧 你真的要行贿还是要现金 那关键就在于现金要如何 变成什么样的形式 让这些政治人物可以拿去使用 或拿去变现 有人是用表 名表 什么绿水鬼 我什么都没收到 你觉得不好 你堪担最壞了 以前有一些鬼故事 就是说什么有些 现在不行了 因为后来疫情之后 现在那个政治人物 不太能够去澳门 那个以前去澳门的 回来通常都带几支表回来 他买表没什么啊 可是其实就是在那边 交付的钱 就直接在当地换成名表 带回来 你就没有办法去查了 表不需要申报啊 我有几支名表 我因为表不会写名字 上面不会刻是谁的 然后才可以说这是我朋友的 然后呢只是寄放在我这里 所以这种东西是最容易 还有再本来就古董 名画 画作 艺术品 这种其实最容易把这种所谓的犯罪所的用 另外一种形式来储存 所以如果今天要用把这个故事全部写在虚拟货币这一块 我是觉得如果大爆卦有需要的话就找孙大千委员 他在大学里面交区块链 找葛卢军 他也是这个专家 请他们来聊一聊 虚拟货币用在犯罪在台湾有多么风险有多么高 如果要行贿用虚拟货币风险有多高 因为虚拟货币的平台 他那个都会留下记录 只是这个记录 有没有办法被这个这个所谓的监禁追踪到而已 那这块我觉得大家因为关键就在于现在 我记得前两天昨天 我们在中那个中秋节我们也讲了 现在就是因为北柬 你知道那个口风变紧了 所以没有故事可以编了 那现在这个本土剧要怎么编下去呢 就要发挥一点想象力 就要发挥一点想象力 那当然没关系 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评有据 你要去评论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是随心所欲 就是这个想到说 反正有虚拟货币我们来讲讲虚拟货币 如果大家观众朋友 增加一点虚拟货币的知识尝试也不是坏事 但是呢这个恐怕跟案情最后起诉输出来 恐怕大家会失望 就是听了波及的分析 那你在看说哇这个这些都成了币圈专家好不好 可是翻车翻成这样还真的是越翻越勇 要继续上车继续翻车 不是这个我敏凤讲这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那个节目 他们那个节目不是直播 他是预录的 对 因为那个节目我有去上过啊 对啊 预录的节目是怎样 制作人编辑 对执行制作 然后包括讲的人自己 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有问题吗 那事后其实也可以减掉 当然可以减掉啊 所以我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他们没有半个人懂什么叫虚拟货币吗 还是他们觉得无所谓 他们觉得管他因为他的受众就是愿意听这些东西 管你是真的假的 反正只要能够能够抹到他们头上就就好了 管他是不是事实根本不重要 所以我老实说 你别的东西就算了 能够把PTT或是PPT 因为我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他不简报那应该是PowerPoint 对啊理论上应该是PPT啊 对啊 因为而且真的有PPTB啊 是啊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 我就觉得很好笑 敏凤大概自己也觉得应该很糗吧 我觉得 但是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现在他们在兜这个故事已经兜到 我完全自己大概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你好歹要 你说就算推理揣测 你好歹要有基本的根据再去揣测 现在不是因为1500 至少那个百分之两百信赖的记者斩钉截铁说他是外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人家人家是经过七年的经营培养 然后还在反复再三查证 然后才确定他是万字 那请问一下 你们说他是比特币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 因为那1500后面没有单位你可以带任何东西啊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不说是以太币 有啊后来说以太币哦 这样1.1亿 那是因为他们在兜数字嘛 兜数字嘛 那你这个PPTB2385元 就太寒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2385是什么数字啊 你好歹也兜个1450之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意义嘛 正常的情况下 在我们一般人认为就是当你兜不出东西来的时候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兜别的嘛 对 就找其他东西来讲嘛 这个东西讲不下去死胡同了嘛 就不要讲嘛 可是他们坚持要去讲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他东西更难令人相信 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打不到痛点嘛 像今天周刊写了长篇大论 讲的跟真的一样 你知道通篇在胡扯 真的通篇在胡扯啊 他里头讲说有300个匿名的人 对 然后透过这个捐赠 现金捐款 现金 因为个人捐赠最高10万嘛 所以这样讲起来好像300个人就3000万对不对 对 胡说八道 匿名监政最多只能1万 嗯 就是这样 所以你最多也只有300万 那你 那还要再臭呢 你有119000多万 所以剩下那个 你扣掉300万 你有119000多万 还是有名字的 所以这你就兜不上了嘛 所以他们很好笑嘛 拜托你 你写这篇稿的记者 你连基本的规定 都不知道 政治现金法的规定都不晓得嘛 所以这整篇都乱兜嘛 然后你再讲说 那个威京那边有5亿 对 流向不明 因为那个顶月 被那个 审庆金要了 然后5亿流向不明 哪有不明 你们上次找到那个仗册就是5亿啊 你们自己都找出来那个仗册啊 都告诉你这5亿只是你不想相信啊 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明明可以兜上数字的你不要 你偏要兜不上数字的你应要 是不是 这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第1个啦 北检最近可能真的 因为被整个社会盯了有点不太把东西丢出来 对 然后呢 空头上先不会 那对对这些媒体来讲啊 因为他的读者胃口被养大 对 现在你没有惊爆那幕没有人要看 所以他只好自己硬兜 我跟你讲 这一篇我就相信 如果是 之前报道都是这一篇的随种 我就相信北检与眷政诸多不符 我就相信 因为乱扯 但是 之前的 大家去想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之前如果真的跟北检讲的一样是诸多跟眷政不符的话 你怎么会找他来问 因为就胡说八道啊 你干嘛找他来问 你会找他来问就表示你认为他讲的是对的嘛 你才会觉得奇怪你怎么会知道 所以我才要找你来问 如果一开始就是胡说八道 你根本不需要找他来问 你就直接发一篇声明稿 媒体报道 所言结尾不实报道 就结束了 所以北检自己也都不上 媒体也都不上 那现在就是 老实说啦 我建议大家以后 这种 真的不要花钱去买 我听说有人真的花钱去买 80块一本很贵 我建议大家 因为 电视跟其他这些媒体都会照抄照播 大家看这个东西就好 我从来不花钱 你相信我 你不需要花那80块 太贵划不来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时你的KS Royal Care 炭光清爽高防晒凝露